好,各位,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开箱 那我们上一期是吃了那个淘宝上号称是火箭军军粮的那款自热米饭 那那款米饭让我对整个军粮的看法是完全是颠覆了我对传统军粮的看法 那我口中的传统军粮就是这款09式的单兵自热食品 它就是一款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军粮吧 然后它这个就跟上一集说的那个商品化 已经商品化的军粮不同 它背面是没有调新码的 然后这个配料表也是写的非常的简洁 正面也是没有那种非常显眼的商标名 它下面只有一个研制跟生产单位 那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是羊肉抓饭 它这边是这边餐补先给大家看一下 09式的话它餐补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如果是13式的话它就两包饭 然后加个菜就结束了 09的花头还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 我们拆开来看一下吧 这个包装其实拿在手里还比较有分量的 把它撕开来看一下 拆开来的话就是这么多东西啊 首先是一袋这么一个水果淘水菠萝 然后是酱牛肉算是一个小配菜吧 然后是这块蛋糕啊 耐助蛋糕的它还应该还有一个是耐助烤饼 我觉得这个都还可以的 不过这个有点小漏气的感觉 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了 刀跟这个勺子跟一张餐饥池啊 然后就是本体啊 这个自热包跟里面的背话贴了香辣酱 跟这个速溶饮料 一个速溶饮料 这怎么好像有点漏的感觉 还有个香辣酱啊 然后就是一个这个非常简陋的加热用水袋 然后就是这个酸体啊 它上面写了这个有名字了 这边上面是有比较详细的教学了 那它加热起来是比那个叫什么 之前的那个新型的自热米饭方便很多啊 它这个对水是没有要求的 那之前那个它是要求加饮用水 这边的话你只要正常的加自来水啊 什么河水啊 你甚至自己的体验都可以啊 相对来说比较适合陆军在极端情况下使用啊 它这边有两个撕口啊 这边有一个撕口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撕口啊 那我们先把上面这个撕口撕掉啊 撕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来的话 里面就是两个铁粉的发热包啊 这个明显就是应该是铁粉啊 然后里面就是我们的饭啊 就是这个炉饭 那灵酒师还有个特色就是因为它应该是用的铁粉加热嘛 所以它的袋子啊 这外包装啊始终会是有点脏脏的感觉啊 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不影响的 它这边写的配料啊 营养表啊大致只有这么一点内容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加热就可以了 把它扔进去里面 就把它夹在两个加热包装中啊 到时候受热不均匀 一面热一面冷就尴尬了 这个里面其实还是非常的有点小脏的感觉 把它放进保温袋里 就铁粉加热的速度是非常快啊 这个反应是比较剧烈的 把它扔进去 把它扔进去 然后就可以加水了 加到刻度 然后倒进去就可以了 刚才准备了一点水 这个是自来水 直接倒一点 它对水量的控制还是比较有要求的 就这点水 正好差不多到注水线这里 然后把它全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把这个盖子 把这个盖子给它塞到里面去了 然后最后最好是把它放到室外或者通风处 最好不要在室内 因为这个铁粉反应会有一点味道会出来 我们把它先扔到外面去 好那我刚刚是把这个发热包给扔到外面去了 它差不多要热个满长时间的吧 反正十分钟给它翻个面吧 差不多翻个两三四就熟了 最近外面气温比较低 我们让它多翻一会儿 不然粽子饭没热 总归不太好 那在这段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边有什么 这些小配料吧 我们先从蛋糕开始 这个耐术蛋糕 对焦对得上吧 来 我也想想想要把这个顺利 我来说 给你打赏了 这个顺利 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 这边 我们先走 这边 就是 还走 我们先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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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温度是比较高的 整个饭都在冒烟 我们现在把它稍微抖一下就可以打开了,好像不是很热的样子 今天外面温度都是零下 打开了,传奇的粽子饭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这个摆盘也没省,我给它稍微折一下,还折不了,搓搓散 我给它摆盘弄的好看 这个粽子饭 哇,这硬的,感觉没有掐热好 感觉没有掐热好 好了,那这样就是整个零酒是目前这么一个状况了,打开来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羊肉抓饭,然后能看到一小块羊肉,然后蛋糕牛肉,这边是菠萝,然后辣酱,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看上去其实还是可以的 我这个饭,我没有热到很热 热吃了,但是四十米特别硬 我之前吃的话都是很好的粽子饭,最近可能温度低的缘故 有可能是他们调破了配方什么的 不过还是非常香的 这个饭是非常的油的,油的不得了 等会刷牌子可要刷一段时间 他们香辣酱的话 这样做不舒服 他的排队都是比较舒服 香辣酱的话就是比较偏向于咸香的这种感觉 也不是特别辣,感觉南方的各位也可以接受啊 大家在重庆四川那边可能来说,这口味太淡了 这次饭非常硬啊,不知道为什么 来看一下这个蛋糕啊 这个蛋糕就这样非常的实心啊,味道应该是 甜甜的,就蛋糕的味道,比较扁的蛋糕的味道 油肉的话也没什么吃了,就是正常罐头里的 给的还有蛮多的,它都冻上了 可以烤,可以烤肉跟这饭一起认定是加热 菠萝就是正常菠萝罐头 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就做到这里吧,吃饭了 这个饭好硬啊,怎么这么硬啊 这已经不是粽子饭了,这个粽子酱 应该是没有加热到味啊,但是它热是热的 那怎么会这么硬呢 标准粽子饭 你知道我们就做到这里吧 热米饭口感的话肯定是 这款新型的单饼自热口的 火箭炖那款更加好一点 这个话就花样多一点 又有蛋糕又有牛肉又有薄小甜点 非常丰富啊 小心,我们就做到这里吧 我们看看下一期再开点什么吃的 最近真的是很懒不高兴烧饭了 那就吃吃这种东西好了 拜拜